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OP SELTS 团队70多号人 经税最前130 140 2018年141的销售 增长了27% 到了1700个亿的市场规模 我的上级经理 打一个电话给我 那时候我在吃午饭 他跟我说 你那份报告没有给我 我说那份报告 我说还有一些数字 没有修整好 等我吃完饭 上来以后给你 他跟我说 这份报告比你吃饭重要 我当时就傻了 然后我还是安静地 把饭吃完了 然后我到楼上去 我告诉他 我说任何一份报告 都没有我吃饭重要 任何 我说你不满意的话 我今天就可以走了 当你打一份工 而这份工 要出卖你自己尊严的时候 那我就不接受了 我可以回家重填 然后你走了 走了呀 人生一辈子 总而有一些 自己的装饰 我要是这个 去哪里 我可以回家重填 你会回家重填 我可以回家重填 那我们会想起来 离开职场 创业开店已经快两年了 为了方便 Alex在面店附近 和别人一起合租了一套房子 他一个人住其中一间 面积食品 厕所公用 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 小朋友已经背不住了是吧 还有七天 15号人工采放工资 电费一万四千二 交完电费就剩两千三百块 哼哼 Alex平时在这里创业 周末才能回家看看家人 而手机里剩下的两千三百块钱 刚好够付掉他这个月的房租 我以前在公司里面的时候 如果是开会 我们也住九点的 住什么样的九点的 基本上四五星的吧 我觉得还可以的 你还没觉得 有什么太难忍受的地方 好 好 阿姨好 大早就来了 这间在市场里的档口 就是Alex的面店 一盒一卖 左边是工房 右边是店铺 三十平民的小店 是Alex的现在和未来 这家里面的小店 一边的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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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 九零后 安婚人 三个女儿的宝妈 文文负责线下售货 线上接单 快递发货 售后运营 以及给Alex拍抖音 我们家的五口人 然后三个地方 孩子在安徽 他在江苏 我在上海 周阿姨呢 周阿姨就收货了 周阿姨 六零后 安徽人 卖过保险 做过家政 如今 在Alex的店面 负责送货 打扫卫生 以及制作酒鸟 你是他第一个 我是他第一个 我是他第一个 你给我拿点冲料 老虎鸡汤 两盒苦汤 我问一下 鸡汤面 白汤水白鸡 喂 这谁干的 这谁干的呀 你跟他们所有讲清楚 如果谁开空调 我们店里漏水 承担赔偿的人 Alex以前考虑数据和变现 现在负责交头和做面 以及PUA员工 昨天我又忘了一件事了 老年起来了 又老年起来了 莎莎 您让我把那个回流拿出来 我忘了 哎呀 这不是很正常的嘛 我已经很习惯了嘛 好 文文 你有没有犯错误啊 犯了 犯错误了 犯了怎么错误 月待我们的顾客了 哈 上海人 讲究腔调 辞职开面店 Alex也要做得不寻常 不懂配方 就花上万元 买专业的论文 边做边学 不断尝试 两年过去 店里面有数十种 不少都是独家配方 对此 Alex很自豪地说 一盒一卖 可能是全上海 最贵的切面店 而他 也是最有腔调的 高管店主 我们卖的比别人贵 有几个原因 就比如说 外面的切面店 他们做面皮 应该不用淡吧 我们有非常高的鸡蛋含量 就是全麦粉 粉里面有敷皮的 有顾客买了我们这个面条 在大众点评上给我们擦瓶 说我们面条发霉了 其实不是发霉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镶嵌敷皮颗粒的面条 先生啊你 乱入香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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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盒一卖三公里范围内 有将近十家前面店 我们决定去最近的一家看看 老板我问一下 你这里的面是多少钱 四块 苗村面 这是粗面 这是宽面 全部是四块 这是荣获一斤面 卖十几二十块钱 你觉得贵不贵 贵啊 那面是什么面 我们饺子皮 买多少水饺皮 十五块六一斤啊 这个两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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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好的可以的 我要带到行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的顾客一开始 是从骂我们 一直到叫我们不要走的 那时候每天早上 我爸有点来的时候 门口都排了好长好长的队 你来我店里面有什么 你买什么 你没办法 因为我店不被窝的 这我做啥 你们吃啥呀 他蒸熟蒸熟都干 蒸熟蒸熟都干 就那也干不上 就是供不用求 我感觉的 一瓶冻的爱马仕呀 带着这种猎奇的心理 来的吗 是不是要来吃两口 下下出来的面汤 都干净的 他的皮是静下 面条也静久足 我想把这个店做成一个 人尽皆知的冷冻主食店 全上海路到十家旗舰店 我可能就做下一个山泉 下一个龙凤 下一个万载碗头 跟Alex就是感觉到有笨头 因为他非常睿智 就是我和文文我们俩 都是很敬畏他的一个才华 Alex很喜欢艺术 就连压面机上也挂着梵糕的画 文文说他不懂艺术 但他想知道梵糕吃不吃面条 如果不吃也不会饿 因为梵糕一定还能吃到Alex花的饼 未来我要有一个自己的农场 就靠一根根面条 一张张混沌皮 我们把那个游客扔掉的矿泉水瓶 还有薯片的壳子 我剪一剪 所以阿姨以后的工作 就跟着我剪垃圾 文文报一下账 到现在都几点了 才做了多少钱 都11点28了 开玩笑 那边做了980 然后每团做了103块 那就完蛋了 那么七家蛋 八中点几一家蛋 那你完蛋了 那你完蛋了 你今天完蛋了 看茂菜关门了 这边关门了 都关门了 就现在做点小生意都好难了 一天要1800块钱 低的时候一天就做四五百块钱生意 好多人问我要钱 房东问我要钱 供应商问我要钱 员工问我要钱 我也不知道钱从哪来 附近的店一家家倒闭 一盒一卖的生意 也越来越差了 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后疫情时代 消费降级 也许是因为外卖和余制财 有时候发完员工的工资 Alex就要靠家里来补贴了 我靠回家领零花钱的 我昨天领了五千块 五千 多少五千 五千 是不是五千 我创业的那个时候很幼稚 用了一整套的皮皮来论述 当自己睡到菜场的时候 觉得自己就是个大傻 我大学时候 我学船舖动力装置 材料力学 流体力学 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好几个同学现在已经是 中国这个行业里面顶流了 我学的都用来做面了 Alex说这次开店他输不起 不仅是因为人到中年 更因为是曾经的他身陷迷茫 正是这家店拯救了他 而现在是时候轮到他 来拯救这家店了 从职场下来 我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 对任何事情没有兴趣 晚上失眠 然后情绪很糟糕 你会觉得在精神上 非常的痛苦 我是真正什么时候好的 就是我决定 开始创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开始 慢慢地变开朗 就往往当你生意不好的时候 就像我现在就要想办法 中年人的优势是尚有锐气不乏锐智 感觉冬天要来春天还远 必须要早做准备 Alex联系了曾经的职场猎头 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能多挣点钱 以供养电 现在这边状态怎么样 我有一家店 但是职位看的 了解 那这边其实是有一个 互联网起家的一个视频企业 他们就想找一个 线下渠道的一个负责人 我能简单了解起来 你过往的一些情况 旅历 过往的旅历 你不是都很清楚的吗 我想起来 你有三年疫情 没跟我通过电话了 是吧 最大最大最大 我开了一家店叫一盒一卖 这家店是全上海最贵的切面店 现在目前是创业阶段的 第21个月 了解 对于职场啊 对于创业这一块 您的两者之间有没有心向性呢 我 我觉得我两头都可以做呀 给我大概两三天时间做个准备 然后我们约个时间 我们线下见好不好 没问题的 好 感谢感谢Cindy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好 拜拜 第一轮是不能问薪水的 这个是很忌讳的 但是像这样的岗位呢 我感觉它的岗位底薪应该在 六到八十万 BONUS应该是跟薪水差不多 一百多万的工资 我是 我是小强 在地上爬的那种 不要求自己在天上飞 另一方面 面对来势汹汹的预制菜市场 Alex选择主动求变 他联系到了一家食品加工厂 想要研发一些预制的焦头和汤底 用来配面出售 打开更广阔的销路 我们们的知情 看去哪些公司 十五公里 哪有四公尼啊 一公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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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趟他改过 改配方向经过我同意了 想改就改的 上次都叫中间 上次也没有交 康菲心里面肯定很委屈 像老黄你算什么呀 你的生意还没有我大 那我天天被你指挥来指挥去的 啥生意呀 康菲肯定这么想 今天给我去抱着营业哥 营业哥给我再抱 我说的心的话 你就是让一天卖一万包 对我来说是意义不大的 一天一天卖一万包 怎么意义不大 一个月三十万包好吧 对我来说对你来说 都有意义的好吧 你就是卯足了进 帮我把这些新品搞出来 一个一个搞出来 别的要求没有 别的要求没有 我自己感觉康菲 是一个可以跟我走到最后的功力上 我感觉可以的 但是能走到哪一天 我不能保证决定 但是你成熟了 你会有自己的渠道 自己的完善的一切东西 听一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个这个这个不要说 必须要经历的东西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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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但是先不要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或许是创业者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 那天阿姨在我下班的时候 跟我说他要走了 然后我问他啥原因 他不讲 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 这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我现在还是糊里糊涂的 对吧 没没啥事 对吧 这这这这咋回事呢 这个事 这干不开心了 有点不开不太开心 哪哪哪哪里不开心呢 我我我让你不开心了 太压抑 太压抑 我我让你太压抑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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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最好的一个老板 那我又没有让你不开心 我又没有让你太压抑 那到底为啥呢 呃 就是少了某一个人 对吧 其余的都觉得很累 而且心里会就是有一种不舍 就不舍的那种情意在那里面 门庭冷落 爱将离职 这个冬天对Alex来说 是雪上加霜 我估计呢 就是说他外面 找到了一个比这边更好的工作 还有一种呢 就有可能 就到我们同行那边 所以他就没法跟我讲 我感觉他是根本没法跟我讲 那我就去找人就好了 开玩笑嘛 我还是有沙发决断的一面的好了 这么多年外企坐过来了 什么场面没经过 这这点小事情 就希望阿姨归宿好一点 阿姨歇两天 原来这个都是阿姨帮我搞好的 这种日子我也过过的 原来在里面一天做200块的生意 所有的事情一个人干 所有是所有的事情 要视困难为机会 当你这个题目做出来了以后呢 就是你的生意就会变稳一点点 当再一条题目做出来 这生意再稳一点点 就老天爷就是这样 帮助别人创业的 平时住在出租屋 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这是艾丽克斯难得的放松时间 除了远离工作的轻松 更多的是陪陪女儿 你个礼拜见爸爸几次啊 一次 一次 老不满意了 这 好了好了好了 你现在已经是这种画风了 这个画风不古典 但是爸爸很喜欢 来 到口花 表面条吃了 爸爸下午带你再去逛吃逛吃 好不好 我还要去澳洲大龙虾 到河马去搞一个 我们去河马搞一个 太贵了 我们要展示你 龙虾爸爸可以买给你吃 但是呢 爸爸今天蛮高兴的一件事情 是 你不用再说 我已经知道了 哪一件 我不需要告诉你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你长大了 不是那个三岁的不落头了 对啊 去河马 我们都支持他 不要怕 每个人的仓也不会是一方丰盛的 竟然是累 但是他心情好像开朗了一点 我们不在乎他赚多少钱 只要开心就好了 对吧 人只要开心 他一开心我们全家都开心 这要吃冰淇淋 带你去啊 啥糊糊的 快点快点快点 为什么 爸爸要你的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赞儿 我想去抓牌吧 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 三一四四 真的不行 宝贝真的不行 为什么 爸爸都安排好了 你不要看你吊一次娃娃 你吊一次娃娃 能吊吊我一个小时多 我每天连睡觉的时间 都是那么紧张的 你可以让我多睡一个半小时吗 下个礼拜啊 下个礼拜我陪你去吊 今天不行 爸爸 爸爸 哎呦 哎呦 多多多多 道谢道谢道谢 你现在动啊 哎呦 哎呦 其实你们问我 为什么一家小店不赚钱 我还做得那么happy 其实叫什么 心怀希望乐在其中 自从有了这家小店以后 比以前开心多了好吗 但是呢 就是很对不起老婆和女儿吧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时间 可以去陪他们 我昨天晚上熬夜 给女儿剪视频了 虽然很粗糙 但我剪完以后 我更想女儿了 我给你看一看 爸爸在削面 削得很好 很美 然后是不是我得吃 这个是我做的 好好吃的 这个是很好吃的 然后这个是很好吃的 这个消息不必 这很好吃的 刚才Alex放谈 跟他女儿的互动 哎呦 我感觉心里可难过 那一段我真的好想家 阿姨在这边 大女儿跟她一起住 Alex呢 想回家 就是下班再晚 打个车就回去了 我呢 只有一个人 生病的时候 我跟你说 那半夜想喝口水都费事 更多不得了 怎会有所以 恢复你 客人来了一个 阿姨啊 嗯 哈哈 你先听一听 我们对这个岗位的要求 好 你先听一听 你先听一听 我们对这个岗位的要求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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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困难嘛 我们阿姨天天在做 如果是跟餐饮对比的话 我们的薪水明显比餐饮要高 还有一个就是要会开电瓶车 不会 这个不会 如果不会开电瓶车的话 这个岗位呢 可能你就真的是不能够一平 多找几个家政公司啊 不要停 不要停 40岁左右 身体健康 初中学历 然后耐心一点那种 做六休一夜 偶尔会有加班 这装配下来 我觉得这些阿姨好现实啊 为什么当初我来的时候 就没想这么多呢 那是因为你嫩呀 缺根弦 你知不知道 女人是越活越精的 你的意思等我年纪大了 我就精了 对吧 我以前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 早上九点钟进公司 晚上十点钟十一点钟下班 连轴转 你跟老板去说 我要加班工资 他会理你吗 不会理你的 这个就是现实 你就问你要不要这份工作 就那么简单 你如果是觉得你不要加班 你没错 但问题是 你要去寻找符合 你目标的这个公司 你找到那份工作就好了 小店主找到自己合适的员工就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很现实的事情 结束了新阿姨的面试 艾丽克斯赶着去见猎头 你没看很多互联网大厂 都说到了三十五岁就该退休了吗 这是很荒谬的 我是觉得六十岁之前都有竞争力 你跟甲方去讨论一下吧 就我从整个岗位上面来看 我觉得OK的话 多打一份工也也可以 因为我还有合伙人 他们可以管电的 互联网的公司这边可能会想要一些 就是说想法比较多的一些年轻人这样子 然后卸下渠道的话 可以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 你怎么看 年纪 年纪 年纪之外的话 其实更多是 他也不掉我 每一个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 需要告诉自己的话 就这个不是你的错 它是企业的问题 或者是整个市场的问题 企业是随行就是的 我能够找更便宜的人 我能够找更年轻的人 临近中秋节 小店没有找到合适的阿姨 艾丽克斯也没有面试成功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时代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也变得更加多样 一份工作 或许有人要求你不能超过三十五岁 有人要求你必须有更高的学历 有人要求你必须会骑电瓶车 需要你变得纤细 柔软 方正 或者 干脆是一个可以被多次塑造的心态 人的价值体现在何处 人与人之间如何传递真诚 艾丽克斯也和我们一样 尋找着这答案 比钱更能打动人心的是什么 是与人相处的那一份诚心 钱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跟真诚 能打动人 一般年的3月8号 我离了婚 12月1号 我就来到上海了 现在呢我目前呢 就没什么牵挂 牵挂 唯一牵挂的就是我的两个孩子 而且受我的影响特别不好 那么大了 还都不愿意谈对象 他们也没在我面前哭过 都是这么坚强地过来了 什么时候想女儿 我无时无刻都不得想他们 其实我真是舍不得 这个一和一麦 毕竟和她有感情的 出来闯了那么多年了 孩子们呢 也没有担图的一个时间 就是想多陪伴他们一点 阿里哥都说 你回家去给他们当老妈子似的 我回家确实是给他们当老妈子 你就是困了你那个 不是 我好想你啊 你给想妈妈 想 给你打包机过来就好 不行 你啥就是治愈我威仪的良药 是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 威仪的动力 知道吗 好 我先关注了 我先关注了 我要干活了 我要结束了 周阿姨和文文对于一和一麦这家小店意味着什么 人生在世 又有什么比钱还重要 艾丽克斯揣摩着命运的法文 阿姨和文文两个人 他们干了一年多了 就对于我来说半个家人 我不会说好话 像人家跟员工说的那些话 我讲不出来 你说的这个陪女儿这事呢 其实是挺重要的 那如果是说阿姨回去做了一两个月的老妈子 她是不开心了 那回来干活也行 我们这店只要有营业收入 养得起 那阿姨就在这里养个老 我就这么讲 回来一刻因为要干活 到老了跟我一块捡垃圾去 跟我捡垃圾不太好 阿姨你就跟在后头 嘟嘟嘟嘟嘟嘟 对吧 在命运的坐标戏中 我们时常感叹造化弄人 宝妈文文来到上海打工赚钱 只为了三个女儿能过得更好一点 就像年轻时的周阿姨 单亲妈妈周阿姨却在晚年辞职 放弃赚钱 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女儿 想更年长的文文 阿里克斯中年裸辞 放弃了高兴的工作 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 创立了一家小棉店 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 一家店 三个人 先后踏入同一条河流 寻找着各自人生的答案 中秋节 我们先喝一点点 中秋节快乐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好嘞 阿姨 这是你们家大姑娘的棒棒糖 法国进口的 法国进口的棒棒糖 这是你们家大姑娘的棒棒糖 法国进口的 谢谢 谢谢阿姨 然后这是你家大姑娘的 感谢我老板 这个是你二姑娘的 非得不 感谢我老板 这个是三姑娘的 非得不 感谢我老板 这个是三姑娘的 感谢我老板 你不要不要拆在盘子里 吃不了 切一块的 一个人一块的 哪有分月饼吃的 一人一个吃 今天再怎么样 也要把一个吃掉 月饼是圆的 不要分 不要分啊 月饼是圆的 在火锅里吃 我感觉更有滋味 好 我自己第一次 我们把面 就直接扔进火锅里 原来只是顾客告诉我们 他们这么干 我自己第一次这么干 这么干我就觉得 哎这面真的是好吃 对我们做的好吃 好 那边要十斤面条 谁啊 四海那 四海那要十斤面条 现在就要了 嗯 比较五十斤面条 上面我们家就家 好的 很荣幸 节目组能和一盒一脉 走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院店永远在 我们会常来 我去他买十个 好吧 好吧 大箱子伺候 好 如今文文忙着学习拍短视频 但Alex好像还是不满意 妈妈 啊 二十二天后是什么日子 二十二天后 是我的大宝贝的生日 对吧 是我的生日 我马上回去啊 行 人家等着我啊 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周阿姨和两个女儿终于在上海团聚 每天除了上班 周阿姨最重要的事 就是帮Alex无色新的人选 安静的 速度的 速度的啊 我家里有两个小孩 四个两到三天 我们给工资好了 一正啊 Alex 这个是我让你们找的 这个他们的工资 你从我的工资扣就行 不用 要的 要的 不用 要的 我老板 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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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Alex这边安排好 我心里面干干净净的 我也 对得起Alex 就这样了 Alex育吃焦头的进展 比想象中顺利 有了更多固定商家 销量也看得过去了 好吃 今天的肉很好 但是 依然没有时间陪带女儿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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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抱一下 就抱一下 没有 那已经对老爸 失去希望了 是吧 就觉得老爸 創业是不会回来的 对吧 这个等爸爸 創业结束就好了 一盒一卖 这样的小店 生根上海 因面结缘 忙碌着 也温暖着 在上海 从事餐饮业的企业 共有十三万多家 有人揣着梦想前来 也有人 头也不回地离开 在上海 不断闪烁的每张面孔 都是名画 每个角落 接成故事 众声熙熙攘攘 大成喧嚣而有序 我们相信 在上海每一个人 每一家店 都有机会展现属于自己的 人生另一面 有我在我们这家店 不会倒的 倒不掉的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上新浪新闻客户端 搜索加油小店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大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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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善